好的,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呢,请到的是我们的家家燕许佳 来跟咱们的镜头前直播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燕许佳 好,那就这个新年的这个时机 我们可以聊一聊自己的新年目标还有愿望吗 新年目标和愿望是 希望能收获一副健康且好的身材 想要的那种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没,就是健康,最重要是健康 就是对腹肌啊这些 这个没有详细的要求,是健康无助 那你最近都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境况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最近就是回家了很开心陪家人 就是我觉得最近最开心的事情能见到爷爷奶奶 因为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爷爷奶奶了 能跟家人待在一起啊,就是还是很快乐的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陪看直播嘛 所以我们重点的内容就是 佳佳要和我们一起来陪看他的新更的vlog 就是沐雨之行的前两集 然后你有准备好吗 我有准备好 可以简短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两集内容都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呈现 然后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成片啊 我选片的时候有看过 原来选片是你本人 没有就是有大概让我确认一下 别人有很多他们不知道我当时讲了什么 就可能口齿不太清楚 没有看下 就是对还是有大概看 但也是很早之前 因为最近省的都是最近的那个几期 对其实也是很早之前才看过了 也有一些遗忘 不确定最终版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有幸在这个团圆佳节的时刻 然后点开这个片子 正值佳节之际 对对对 来那准备好了吗 咱们可以开始了 我直接点是吧 嗯 我想唱一个能在这个时代下怎么办下来的 你觉得20岁意味着什么 这个特别废话文学 不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20岁意味着什么 不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以前是感到的是青少年 现在其实真的是一个青年 不废话文学吗 去云南那边找同学 20岁对你意味着什么 20岁就不再是一个十几岁的 所以小的时候呢 就能在小孩了 去茶叶店里的 去玩 去写作业 奇妙的旅程开始了 哈哈 希望长线 就你想到的 茶叶 递下来一滴 就这样 那样的 然后屋檐下 下雨 下雨是那样的 没有 自然一点的同胞是在这个当今混凝土的社会是看不到的 喜欢胶卷是感觉有一个实体在的 它不像是数码 就是一堆 但后面了解到学胶卷也会褪色 所以就好像有一个世界很难过的事情 这种就是有这么多流程 它可能反而还不如数码拍的那么的清晰 或者是那么容易出现废片 就好像出现废片 但就会让你很有体验的乐趣 确实 其实讲得很有道理 什么声啊 师傅 这是什么声啊 我听这个声音帽子 我听这个声音帽子 没有 它咯咯咯咯咯那个就是 没有那么快的这个东西 特别好像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 大型机场 52公里 我的妈呀 剪出来会不会有特别综艺的感觉 当时第一次看到第一版片子的时候 我就说这也太像综艺了 嘟嘟嘟嘟嘟 大白字在屏幕上的出现 但是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都体验一下这种 在机场一个人待在机场的感觉 很不一样 虽然演舞很不好 但是感觉真的很 尤其是一定要在这个点 就是在机场已经真的已经没有什么人的时候 感觉非常的奇妙 太适合当公路片子的剧情了 其实已经有点公路片了 大家都回家了 而我还在这个地方坐着 而且最后也没有选那么多那个照片 你是准备后期发还是微博发还是 还是现在分享给大家 最后一集的一点有呈现一些 不然你也可以直接示范 一大一步 下来就等等 那算是很惊喜吧 现在就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就不是说那种 就是平平一番一番风扇那么过去 我这个人心态比较好 那因为有啥办法呢 你也没有用啊 对吧 那就那就那就慢慢一步一步来 就像一个焦头烂额的反应 跟着师傅想 哈哈哈哈 你太比较好 就应该给你一个机位 一个资料 无懈 藐视 换了时光总是这么短暂 好第一集看完了 第一集看完了 第一集他们就是说一个看完的动作 那这这一集的 那这这一集的 动作 这怎么办 没事 一些一些主持话术啊 这个这一集的Vlog 其实是咱们云南行的前奏嘛 嗯 然后你觉得拍摄之后 感觉和第一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吗 不一样的感觉 整体的内容都不一样吗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 我觉得 再就是主题不一样 对吧 这个也就知道 其实 我觉得对我的感觉更多都不一样 还是就是做的事情不一样 你作为自己Vlog这个负责人 然后你有对这个 我可不是负责人 就是 这个怎么说 啊 出演 出演 出演啊 这是主角嘛 你有没有对这些片子有过一些把控 或者一些质感啊 这个影像上面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更多的还是就是 就是给到我之后 我说是可能我不喜欢哪里 或者我喜欢什么样 倒不是特别 也会有一些 给一些意见和建议 但我还是 首先更相信专业吧 再一个就是确实没有办法 我现在没有能力就是直接说 我想什么什么样的 什么什么样的 我只能说给到我目前这一版 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比如说哪一些有些小的细节会处理 因为每次会这样 我会就是每次要省片的时候 我会把它放到另外一个设备上 看然后暂停 看到哪有问题暂停 然后我就会胆子几分几秒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要改这样子 好专业 我专业的省片 不然我告诉他 那个我在什么 坐在车上什么什么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就很难找 所以干脆直接就是看到哪有问题暂停 主要还是比如说 我希望多一些什么样的画面 或者这个太多了 或者是字幕哪不对 或者是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看到这个成片 和你之前拍的时候 预想的那些画面 是差不多的吗 还是就是哇 原来 其实我觉得会比想象中的要好 就虽然我没有说 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预设 那就是 就出来的效果还是很喜欢的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 就实际的素材量 应该要比这个远远要大得多 对 那有一些比较精华的素材没有放进去 你会觉得其实还挺好玩 然后 就他们这个这个其实是 就我能懂 就追求的是一个比较就是 简洁紧凑的一个剪辑节奏 对 当时他们给我说的那个词叫 意犹未尽对吧 是吧 是谁说的 毁运悠长 意犹未尽是你说的吗 反正就是 就是你说的吧 对吧 意犹未尽这个感觉 我能理解 我也能get到 我也觉得确实不错 所以就能接受就是 比如可能一个时间 有三分 然后他只把三个总结成了一分 对这样的感觉 就是会给片子有大量的留白的空间 然后让大家一定要说这么专业的术语 其实就是节奏很紧凑 我觉得这样我觉得是好的 不会让大家看太困 就是反而 特别拖他的节奏拖时长 我觉得没有必要 了解 其实第一期上线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词条 叫燕许佳的 那个叫什么 第一站是在飞机场 就是这样一个词条 然后当时因为车爆胎了 然后所以没有没有赶上飞机 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状况 在vlog里面 那个是刚刚刚刚上车没多久 然后就听见车骨子 因为路上会有一些随彩 然后就咯�門哞呜 大家都紧张坏了 但是我有经验 因为我之前有过类似经验 我就说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 想到应该可能会爆胎 我刚好我忘了有我就讲 我说这是不要爆胎了 然后呢 因为当时就真的感特别特别紧 那个视线好像学校什么事还是怎么的 而且机场的距离也特别远 然后那天就下雨路况又非常的差 就真的是晚一点点可能都会赶不上飞机 结果爆胎了 然后就懵了 就当时谁说该那些补素材 反正就是拍了拍 就补了一堆就是 拍了拍那什么轮胎啊 师傅换胎什么的 但我其实内心非常的就像我说 非常的淡定 就因为急也没有用 我也不会换胎 我没办法帮着师傅一起换 所以就只能说默默的等 然后当时也有在想办法 比如同时在叫车什么 但因为下雨也不好叫 最后导致车叫到了 结果胎也已经换好了 然后到了也赶不上了 但好在心态好吗 对我心态非常的好 当时真的是毫无关 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是一个这么无情的一个人 哇塞细致性 不是就是正常大家反应可能都是着急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特别奇怪 就是非常的淡定 好像还在车上的 我不淡定 对啊 对啊 非常淡定内心的车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 就是自己也没有预设说 这第一期的素材一定要有这个出行的画面 还是没有 就是其实都没所谓 就是对这个片子的内容 或者是想要走个这个经历 其实没有一个大概的预设 就是随遇而安 这么有预设的吧 但是当时的计划 是当时计划 我都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是不是有想好 有一些对吧 是有一些预设 但也有一些就是随机性的东西出现了 这两天其实咱们都在经历春运嘛 就有很多外地的小朋友返乡 然后也有那个咱们故宫的人员 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 然后你有没有对这些春运的这些相关的朋友们 有一些小提示 包括赶不上飞机啊 然后这个坐火车要怎么样 就是一定要提前算好时间 然后呢就是能早留出一点时间 就早一点出发吧 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做好防护嘛 因为每年疫情都是在 就是这个时候是最严重的 冬天来了就还是有条件的 戴好口罩 戴好护目镜 戴好手套这样子 这是在你人生当中目前为止 最乌龙的一次感行程的经历吗 还是说还有更传奇的一些 传奇 之前也有一次也是赶飞机爆胎了 那还是我自己的车特别好笑 在马上要下高速那个口 然后呢我就发现不对了 我就只能靠边停了 然后呢还有个两三公里才到下高速的口 到时叫车都没法叫 然后当时经纪人 从后方还是前方打着车 在那个地方接上我 然后叫着拖车 然后把我车拖走的样子 但还好因为那一天就是 也是定的比较早的航班 那一天是没事的 所以改了别的航班也来得及 不然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但心态也是一如既往的好处 因为急也没用 还是有点着急的 因为毕竟就是不想耽误了工作这个样子 在机场滞留了那么久的时候 你自己的心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可平静了 可平静了 看得出来 就是投屏 就是因为当时想着 就是那个 就是 也 也没有什么事儿 等航班又很久 刚好又拿到了新相机 就想着就多拍拍东西这个样子 当天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拍摄的一些画面 因为当时机场特别特别的狂 所以有几张刚刚放的那个景啊 我有一张没放的就是 有一个 应该是 保洁还是什么 就是滑过的那样一个一张照片 就是 就是有一种 在最后时刻坚守岗位的感觉 对 因为这马上要下班的点了 但还有总会有那么有几个游荡的人 就是那种 宁静的感觉是前所未有 因为正常比如在机场都是急急忙忙的 赶飞机 拖运 什么什么样 但是 所以我说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 这种感觉很不一样 很近 会让人 就是说到近 其实你的这个Vlog整体这个系列 都是给人感觉很近 然后很沉下来 然后 通过一些小的细节 然后小的画面去打动人 捕捉人心 就这样一个感觉 那你自己也说 你希望做一个这个时代慢下来的人 然后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 大家也都知道 常说的 这是一个特别快捡凑的时代 就是 就什么 看视频 都看短视频 就是 然后呢 都不像以前 有那么 耐心去看完一个完整的 长视频 比如五分钟 超过五分钟都会两倍速看 都大家可能都会这样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你想的时候 为什么慢下来就希望能静静的去感受一些经常被忽略掉的东西吧 比如说 发现身边的内容 然后呢 把视线拿 拿掉拿开 就是从手机上移开 然后呢 多 学习到一些真正有营养的知识和内容吧 我觉得这也算是慢下来的一个 一个一个行为吧 目前慢下来的这段旅程里面就是你完成度是百分之多少 你觉得你在慢的这个时间 我觉得倒没有说完成度 但确实在有努力去做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相当慢下来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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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径吧 对 还有其他慢下来的成果吗 没有 当时 到了就是到了之后的 就跟父母啊这样子 对 所以那几天是 没有怎么 拿 拿起过手机 嗯 跟父母的时候 其实用手机 确实比较少 对 尤其在机场这个时候 当然是不需要手机的 就是 上弦拍照 然后呢 着景 对焦 测光 就是 感觉很不一样 就是真的是那种 时间都是自己的感觉 对 就是你vlog里面一直说自己心态其实挺好的 然后平时性格其实也是这样的 就是 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定的情况 你一定会着急 或者说一定就是自己的那个闲就关不住了 嗯 有吧 比如说自己特别 要想坚持的事情 去工作上啊 或者是 去 学业方面的 比如说 此刻可能真的要完成一个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如果不做成 我认为会有 就是比如说 就会导致整个事件都不够好 或者是完成度不够 就我觉得就一定会要求说 我希望他能立刻做好 我一定会很着急 对 之前这种着急的经历是什么时候 就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吧 在学校会经常因为 那不是经常就是会有这样的时候 对因为像比如说 同学们其实都对各个作业啊什么都有就是 嗯怎么说呢 很高的预期 对不是说很高 就很很上心 其实就是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或者怎么样更好 都会有着急的时候 比如包括我们之前 比如举个例子 像我们那个 其末会员演的那个影 就是里头有个打斗用的直伞 但是经常比如一不小心用力就 啵给他打 打坏了 但马上接下来过来 他又接着演了 就很急怎么 然后就是当初怎么 为什么不早多定几把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为什么怎么快递那么慢 就都会很着急 很正常我觉得这些 但是就是这些小遗憾 包括这个Vlog里面 对一些爆胎的这种遗憾 然后反而就是可能让你有更深的一些 回忆的空间 这不能算遗憾吧 这属于突发事件 他们觉得会说是像遗憾之类的 但我觉得还好 这个就是人生总是充满着意外 对呀 这不就是意外吗 但我觉得倒真不是说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这件事情本身 那你在发布之后有看一些观众朋友们 给你这一期视频的留言吗 嗯 还没有特别详细的去看 好 那我们待会 你们是有整理一下 是吧 我们待会给你一个页面 看一看 可以 大家留言好不好 大家反馈 发布第一期之后 大家对你的反馈啊 包括怎么样觉得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看第二期了 据说第二期已经是 是 落地到云南西双版纳 然后和爸爸妈妈见面了这样一期内容 好 那我们可以 接着看是吧 对 连看两集 好像确实连看比较好一点 演播来开始一样 就感觉跟你想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去找到小偷童年回忆的感觉 一对父母待在一起感觉会跟我们一样 嗯 撩any 撩 plp 撩 plp 撩�� 我多久没见到她了 我完是年纪 但是暑假回来的一段时间 确实非常久没有见 平常跟家人就是 平常有见到的时候 我远远就看到你了 一个南瓜色的衣服 对啊 情侣色 白色 南瓜色 我外每次有镜头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又紧张 但又很入座镇定的时候 那你是什么色啊 我当时心想在说什么 这不就是白色吗 可好玩了 又会很正经的样子 还有镜头的时候 门都关了 其实不抱那个胎 刚好能赶得上来 还抱胎了吧 等车到了她也修好了 我们直接去了 然后路上特赌 那天下大雨 刚拿了一张那个成的 世界上最高的隧道 最高隧道 是这儿吧 澎湃的东西 没有影响过 是这儿吗 哦不是这儿 对不起 几串 但这个航拍是我想要的画面 开心啊 来到户外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但当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这儿停 它长得跟仙人的一个不一样 对 它其实就是仙人长颗的一种 然后上面那个花 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已经准备好了玉米 然后开始抓着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环节 这不是安排的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很自然的 有这么一个行为 我做一个示范给你 这个辣椒我真的是 哎呦喂 哎呦 他都知道我不能吃辣 没事你就嚼一小块 嚼五下土豆去 所以我其实那么厉害 当父亲的 有孩子想玩玩小孩的那种感觉 我太懂了 我要以后有小孩 我大概率会这样 再尝尝 因为大概率遗传我的话 还是会就是 过敏 因为我爸说 他之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过敏 可能被湖南的朋友带着 慢慢也能吃辣了 现在这种在企业了吗 现在这种在企业了吗 是不是红蛋面要他 肿 好蛋面真的肿 绝了 绝了 这一出了几张照片挺好看的 等一下就进我这里 那家现在在干嘛 写作业啊 你可现在跟他铺的视频 对啊 我们在大吃大吃 小满满 你在干嘛 他现在比那时候还 还成熟 你看到我们如此美食 如此风光 有没有很羡慕 没有啊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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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印象吗 鲜肉 好啊 好不一个美食播主 嗯 非常香 好啊 那你也吃不吃家里的菜 好啊 你想跟我比一下 那你就吃家里的菜吧 我吃云南的菜 好啊 这张倒是过曝啊 这是干啥 会拉呀 死命了 会拉 然后这个是刹车 这是什么油门 啊啊啊啊啊 我现在还在流汗 没事已经好了 从这都是脆的 还在地上天 从此你就适应辣椒了 并没有 搞不坏 你这次有觉得 来了 让爸爸妈妈亲近的吗 本来就很亲近 我妈的GV里面那个真的是 初次这样就撞了 现在常说 港风没一次的团建 就能够增进感情 那个年代 在深圳特别流行 去写真馆拍香港港风的照片 当时小的时候 我妈翻出来 我父母待在一起 那去GV里面真的绝了 但我们发的剪的那个 我妈本人反馈啊 说把她拍的太丑了 但是其实有更好看的素材 但当时确实就是 你们导出来的 跟在那个屏幕里面看到 是不一样 那个屏幕里面看真的非常绝 就是 就是当了她20年的儿子 都会惊叹的程度 真的 嗯 讲完了 没事你继续讲 好 然后这次 这一趟旅程是和父母一起完成的吗 然后其实第一季 很多的 时刻都是自己的生活 生活流 然后那你觉得和第一季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肯定不一样 就是 一个人的状态 跟父母待在一起的状态 还是蛮不一样的 就是有父母在了 就有一种 一下就放松下来的感觉 自己又变成了小孩这个角色 还是会 可是家家爸爸并没有很放松 是你刚才说的 没有没有 还有偶像包 还好还好 只是会 就是讲话相对的会正经一点 不是说他平时不正经 是会 那个语调一下去提起来的那种感觉 就为了让图字归音更清晰 没有那么夸张 那就是肯定会很 有一点点拘束 但还好 也是比较自然的表达 都是 那次相处之后 有觉得自己和父母的关系 好像又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吗 当然没有 一直我们一直都是这个相处状态 包括 后面有的内容 就是聊事情的时候 讲一讲 他们给我的建议 或者什么 平常就是每年都会有 那么两三次 或者一年一两次这样的时候 也通常 因为也就过年的时候会回家 都过年前后 就有一天可能就会 坐在餐桌上聊 聊得挺晚的这样子 我讲一讲我的迷茫困惑 应该怎么办 然后他们就说 你这个天怎么怎么做 所以今年能过年回家 其实是一件还蛮幸运的事情 非常幸运 幸运且幸福的事情 一旦有疫区或者什么 那就特别麻烦了 但是 跟家人待在一起 确实不一样 而且小的时候不觉得 慢慢长大 越长大 觉得很佩服他们 就是很 确实是长辈 能有一些你没有的经验 能 给你指引很多方向 然后 教你很多东西吧 所以在父母的口中 或者眼中 你小时候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吗 好像也不是 听他们讲说 我好像比我弟还调皮 特别闹很小的时候 说 他跟我们讲过一个事情 就是说 什么 小的时候忘的 可能特别特别小 小小baby的时候 然后说是 说 就 多动 去医院检查 担心我是不是得多动症 很闹很坏 那个时候 就是 包括什么特别喜欢在沙发的那个 沙发靠背 这个地方 啪 对 然后就各种 闹腾 对 其实还是 应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乖吧 但是他又说长大了 相对又比我弟要憨厚一点 说不准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讲的哪个是真话 所以比你还闹 其实我的感觉是他长大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大 他刚出生就是小几岁的时候 没有很乖 没有必要闹什么 但听他们讲好像说我更活泼一点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是也可能会有人为杜撰的成分 谁知道 我长大了为了调起一些话题 故意把你说的更糟一点 那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听 总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可能性格更沉稳 然后低更活泼 他好像也讲过说小的时候其实也听到 因为过年就是大家普遍都回家 回家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惯性的路程 就是回家前两天都很清净和父母 然后后面几天就开始突然就变得就是 越嫌妈不爱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那你作为和父母沟通其实还比较良好的一个 一个人来说 你有没有什么心得的体会 给到大家就是怎么和他们相处 度过这个愉快的春节 心得体会多帮家人干干活吧 我觉得就是 扫扫地 就是多有一些大家相处的时候 比如帮忙做饭帮忙厨什么的 像我以前几年都是 有些人回去看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 就是这次回家了一定要好好花出自己的时间陪爷爷奶奶 不看手机不打游戏 过了几天还是就一样 但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因为父母长辈吧 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多陪陪自己 所以觉得就是 多顺着他们点 然后呢 听话懂事我觉得就可以了 长辈 这一赛合格里面就是 嗯 你在机场有看到父母吗 嗯 然后呢你当时见他们是什么心情 就是非常非常亲切的感觉 虽然云南并不是我的家 但是像 就像我说的就是 每次我回深圳 基本上都是 他自有吧 这次没有 就是因为他当时就是说 要不要让你朋友来接我 我说好 然后呢 就是让我让我朋友来接的我 他们就说好 他放心了 我妈还说要不要我跟弟弟 就是我妈跟我弟一起 跟着他一起来来接我 我说没事他接我就行 对 那这次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因为好像还放眼望去 还有挺长的假期呢 看看疫情吧 疫情要是不严重的话 我 其实我在回深圳之前 就打算就说 要不要比如泡泡温泉啊 带爷爷奶奶一起 对 哦 深圳是有温泉啊 周边周边 可能开车得两三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这样 有点远 对 但因为北方人嘛 每年过年都会就是全家人 比如去泡个澡啊 泡个温泉 这个挺正常的 每年基本是惯例 冬天的时候 等会一点 现在深圳就是看疫情吧 如果有好的 合适的 会去的 所以这种合家幻的画面 你会通过自己相机也好 通过自己的手机也好 录制或者拍摄成一些影像 会 后续可能还会更新到 那更新 不一定 比如跟家里很多照片 其实也就拍了自己 就是留着看 了解 那其实好久也没看到弟弟了 刚才在你的口中一句说 他现在好像更成熟了 对啊 最近回家有没有一些新的变态 就一米七好几 然后又开始变身了 然后又变得更叛逆了 然后呢就是 随着他年纪的增长 就只愿意跟他的同龄一起玩 小的时候还愿意 哥哥跟哥哥一起打个游戏啊 玩什么的 现在都是跟着 他的同龄的小伙伴一起 然后呢他有表弟嘛 就是表弟住的又很近 其实也是我表弟 他俩你同龄吧 你一起打游戏 是不是 哎我走啊去他们家住 那两个人去打游戏 然后也不在家 我刚才听到吃醋了吗 是有一种 不是不是没有吃醋 没有 就是和表弟之间有一些吃醋 只是说他就 现在就 就更选更 倾向于跟同龄一起玩 其实在那个年纪 都是那个阶段 都不这样 他最叛逆的表现是什么 现在 还好还好 现在还好 现在倒没有什么 特别叛逆的时候 确实 比我那个时候乖挺多的 所以最叛逆的事 也不过是去表弟家住 然后拜拜 那不算叛逆 他可能还没到叛逆期了 叛逆可能还得再过个 两年一两年这样 初二初三的时候 那你做好谈判 你的准备了吗 希望倒是能管得住他吧 好 其实在这个 短短的这几分钟的blog里面 我们看到 其实你爸爸是一个 很温柔儒雅 然后挺博学的一个人 博学倒是 那温柔其实更多 是我妈妈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小的时候 从小到大 父亲一直是一个严父的形象 严父慈母 我们家是这样 对 他是本来性格就是这样吗 还是说就是为了要有这样一个育儿的 不生气的时候 谁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么一个形象 只是他生气的时候比较多 对 对 然后爸爸的声音也是那种很年轻 然后每一眼之间也是和你完全就是 基本是一比一 对 他其实挺那个 包括之前朋友圈有时候发过一些跟我爸相关的 都会说你爸感觉心态就感觉很年轻的 然后妈妈也是就是现在衣着品位都相当在线 干这个行业的吗 干这个行业的吗 做茶叶的经常就会有一些种茶福啊或者什么 你爸 他们就是在这个片子展现完自己之后就是多了一些拥护者和观众吗 这个太正常了 我觉得就是有人格魅力的人被值得被喜欢 如果有一天爸爸或者妈妈跟你说 转站台前了 对对对 我想要有一些自己的 自己的一片事业和天地 你会去怎么样做一些事 我不会阻拦他们 我会我会对 你有什么需要的需要帮助的吗 可能也帮不到他们 说不定呢 说不定呢 因为感觉爸爸就是还挺在意自己在镜头前面 没有那么夸张 开玩笑的都是 没有就是没有偶像包裹的还是 OK 那后面这个咱们的沐浴之行 然后还有一些小花剧或者值得透露的一些小点 可以提前跟我们说一说吗 就后面我们会去到哪 然后又怎么样的行程 大家都说这个片子播出来 会对我爸转粉 从拍的时候就在说 然后剪的时候就在说 然后最后的也在说 你爸 那样 所有人都在点头 所以最后这一季看完之后一定会转的 就是我的感觉他们其实有在 就可能素材上刻意的去减少我爸的镜头亮 防暴一下 最搞笑的春节去世出现儿子为了防暴爸爸 不是我干的 我能感觉得到 我能感觉得到这个事情 所以这是之后值得期待的事情 因为爸爸还有一些华彩部分 因为确实当时录的内容是很出彩啊 太会讲了这个人了 就是一些语言组织和表达 很有自己的观点 讲话很有营养 确实 但是不可能去全点他的讲话的内容 他们 忘了当时导演 乔乔说的 你爸爸会不会考虑 你爸爸单独醉 你怎么样 之类这样的话 种种种种 家爸之行 对啊 又不是沐语 你让我爸了 沐语他爸之行 那你团年饭 我已经延伸不在于下一个问题 我想笑 就你马上要团年饭了 今年团年饭 年夜饭吧 算年夜吧 我们叫团圆饭 团圆饭 团圆饭 就明天团圆饭打算怎么样进行 每年都是这样 会尽量做十个菜这样 就凑个十全十美这个寓意 然后 好像每年我也不是特别具体的记得有什么 应该是有余 反正都是比较常见的 我每年基本的每年都会拍个照 发微博这样 我们今天知道你也特别的准备了一道 一定要讲的 一定要介绍的这个菜 是吧 是啊 是啊 然后我们 就是 未问一下我们远道而来 这个 来采访你的 是现在打过来 是现在打过来 每个孩子应该都吃饺子 这个是你过年必吃的菜吗 是啊 这个相当传统美食北方的 这个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确实是 应要让你推荐你自己准备的 对因为应要让我推荐必有的 确实就是饺子到别的印象其实不是特别深 每年可能也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动 但饺子肯定是不会变的 这个算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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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式感的东西 对它不只是北方人影视结构中非常常见的一个 还有就是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都会吃饺子 对 有没有自己和饺子相关的故事 虽然这样问有点奇怪 饺子相关的故事 所以你有没有自己包过饺子 有 其实有当然有 就是前两年19年的那一次吧 过年还录过相关跟饺子相关的内容 但就是我小的时候可能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 我最早参与做饭这个环节 可能就是包饺子 姥姥奶奶交着一起怎么瞎包啊 就可能最早参与做饭的记录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是在虾包当中体会到一些做饭的快乐 是的 我其实有体会到一点 其实包饺子挺好玩的 对 然后 但我依旧还是不太愿意做饭 我觉得太麻烦了 这是自己的坚持吗 不是坚持 就是太麻烦了 就是如果它不麻烦你还是愿意尝试一下 对 因为你包饺子 你在家做你的洗碗 我不想洗碗 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就不愿意洗碗的人 就是小时候家务活虽然也不怎么做 就是但是好像是哪一年吧 我妈妈突然意识到就是 别的家小孩都会有什么孩子帮忙做家务 妈妈我来嗓地吧 妈妈我来洗碗吧 人家一直都没有这么一个习惯 还就是哪一天突然想到这个事 从此以后你要这个怎么能帮我做的家务 我说好 洗碗怎么可以选 我说我除了洗碗别的我都可以 然后所以我经常就扫地拖地就行 这个工作 所以 但只是偶尔做 他只是希望我有点参与感 那他希望你今年就春节也能多点参与感 不要洗碗真的都可以 包饺子也可以 包饺子当然可以 一定会的 包饺子一定会帮忙 好那接下来呢 然后我们想玩点不一样的就是你一定要说一段话 然后里面包含新年快乐这四个字 但是要把它们拆开了 这都脱了 对 因为等个饺子等得自己有点就是 饺子等不及了 有点瘫瘫 瘫瘫 假如说怎么还不上场呢 这后场半天 睡着了 是 一定要说这样的四个字 你可以新年快乐 是吧 然后呢 然后讲一下自己推荐的道菜 把它融到自己推荐的菜里面的这段话 吃完了 我这个直播 播完了之后一定会有个词条说 欠许家吃瘫瘫的饺子 表情大赏 是你刷的吧 对我偷钱的 我就为了 话题主持人应该是你 对对对对 他们就是直播的话题 我就等地相助 新的一年 这已经有新年了 我们想说新的一年出来 年年有余 然后快快乐乐 这已经有快乐了 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哈哈哈 吃饺子团团圆圆圆不是很 很贴切 饺子跟团圆有关吗 有 有 就是吃饺子团团圆圆 然后其实就没了 对呀就没了 那那最后就是在这个 欢乐的这个氛围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佳佳的脸 我觉得还蛮欢乐的 咋的 就是现在表情还有尴尬中投入一些快乐 快乐中风 过年了当然要喜新一点 对 在这个氛围当中 可以对咱们过年的小伙伴们 包括这样赶回家去祝传员的这些朋友们 然后或者在行程当中 还没有见到家人的朋友们 都可以说一些自己的行程主义 青春祝福 是吧 叮嘱大家就是做好防护 对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做好防护 然后 请洗手 戴好口罩 口罩要记得换 消毒 拿到快递也要消毒 然后在新年祝福的话 祝大家 祝各位虎年 什么 虎年虎虎生威吧 对 还有一些朋友 就是因为今年疫情防控的关系 可能回不到家自己去 只能自己就地过年了 对于这部分 朋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就是 希望大家一个人也能过得开心 然后 就是想家里的可以给家里打个视频 怎么样 然后 对 就是这样 好 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祝福啊 因为今年也是咱们的冬奥年 然后马上大年初四 我们冬奥就开始了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冬奥健儿 或者是对这个赛事的期盼 或者是 还是 还是下雪嘛 冰上项目 一样注意保暖 不要感冒 对 然后再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就是不要受伤 然后呢 我们都会守着电视机看你们的 好的 那谢谢今天家家来做客我们的陪看 然后陪看了自己的两期节目 然后还给我们奉献了这个饺子的推荐 饺子不需要我的推荐 饺子说好 说到出场费结一下 好的 谢谢家家今天做客 咱们陪看 那也祝你新的一年 有更好更旺的事业练影 然后有更好的绝运 好吧 好 好 大家收看直播的外伙们 拜拜咯 拜拜 再见 注意防护